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回到老家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我跟阿斌 我小小宝 我们在外面被他们知道的话 他们会来找我 然后会把我带回去的 那个没关系的 在外面找你 你们现在是在工地上班的 还是在工厂上班的 工地里面的 哥哥 还是这个工地 是吧 对对 那他们应该是不敢来闹的 来闹的话 找老板 老板会处理的 那个包工头 工头也会处理的 现在的话 我们也不敢 不怎么敢处理的 咱家人们 我们一边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箱子打在工厘上 就是说你最好是跟家里不要联系 你联系时间长了 他们就可以找到你们 对的 我因为我现在 不要说在哪里 对的 因为我现在我也一直在反省 也一直在想办法 然后我也一直在听家人们的话 我就最近的话 我就没有开着手机 没有发誓 你就是说你不要 不要跟你老家的人联系 他们一般是不会找到你的 时间长了以后 他们慢慢的都会 接受这个事实的 因为他知道你不愿意 墙里的瓜不停 你说是不是 再说的 你有老公啊 你也有小孩了 那他们在中间插一杠子 那是第三者插足了 那按道理来说是违法的 是法律不允许的 虽然你个阿兵没有领证 但是你们是 已经有小孩了 是不是啊 也算是夫妻了嘛 但是我们插在中间 就是这样的 他在中间插一杠 那肯定是有点不对的 是吧 这个事情他也知道的 他也想得到的 至于说上次他妈妈在家 从那边耍赖啊 什么的 躺在家里啊 不吃不喝啊 什么什么的 就耍赖的那种 是吧 无赖的那种 那你不要去管他 时间长了他自己他就没有意思了 他就会离开的 他们现在应该是离开了嘛 没有没有 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去去阿姨那边了 叔叔那边的话就是相信对象妈妈 呃 这有叔叔那你吗 然后不是送到什么那什么药里面 什么医院什么那你去了吗 啊 住了几天好像是住了四天吧 四天之后 啊 住了四天之后呢 现在他妈家里面的人就又跑到 阿姨那里去找了 然后就说 阿姨就是阿宾 也就是跑到阿宾的家里去了是不是 对对 跑到阿宾的家里去了也没关系 阿宾他那次他走的时候 他跟他妈妈已经交代好了嘛 他就是来闹啊 怎么搞的 他有个老太婆他能把他怎么样 是不是啊 他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也不敢把他什么打他呀什么的 他不会的不敢的 然后当地嘛 还有村委会他们还有邻居左右的 那个什么的 那都有人的 他们应该不敢会做那些是无理的事的 他去了也就是滑了呀什么的 他只是这样子的 加什么我们把他打在公平上 其实你跟阿宾两个在外面 不要跟他们联系就可以了 时间长了他们自己就会慢慢就会放弃 就是事情的话必须是要有解决的一天 但是目前的话我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 然后呢就让他们在那里先这样子闹着吧 等我这边我可以解决的时候 我再控兑他们吧 等到时候的嘛 那这样嘛 你可以叫你的叔子找那个村委会嘛 出面调解啊什么的 把它解决吧 还大部分的就是把钱退给他 别的也没有什么 对的 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把这个你退了 但是呢 呃就是只退他前面那一点是他不同意了 呃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谁反悔的话 谁就是多一倍的 所以呢 现在我这边 他们你们这个跟那个别人那个不一样的 因为你本身就有老公的 有些小孩了 他们这样子 无缘无故的下个聘你啊什么裁你啊什么什么的 这就是没有道理的就知道吧 你就把他那个退给他就可以了 他不愿意的话你可以找村委会调解吧 我们这边的人去找他们说的话 他们只会说这些事是你们自己的家事 他们管不着什么的话就不会来的 怎么是家事这个 这个事闹时间长了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麻烦的 村委会应该出面可以解决的 那这么说你们村委会就是好像不管这个家庭里面的事啊什么的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事情他们都不会去管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不会是那两个字的什么法律那些的 什么法律那些不会懂 所以呢 只有是自己的老人家里面的人安排 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一切也是听家里面的安排 我跟阿斌一开始是没有我跟阿斌是一开始是没有通过父母 没有通过家里老人同意的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只是中间只有小宝牵着 所以我跟阿斌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小宝的关系 所以呢家里面他们也是 那你那你那你这样呢阿斌也算是一个老公吗 是吧你小孩都有了也算是老公吗 他这样的这样来的下了个彩脸什么的 那他知道的他知道你有老公了吧 就是逃婚的那种吧你就是不理他们就行了 时间长了怎么自己慢慢就会放起来 别的也没有什么 他就去了阿斌家里他也不会把阿斌家里 那妈妈什么的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他这个事情也不是阿斌引起的是他们自己引起的 但是现在的话阿斌家里面是阿斌说好了 咱们才出来的但是现在那些人就又找到阿斌家里面去的话 就只认阿斌家里面了就说是他的孩子把我带出来的 要不是阿斌的话我也不可能这样子走这样子 那是他的孩子把他带伴侣带出来 那他的妈妈就会说呀他本身就是儿媳妇嘛 我们的儿子带老婆出去打工 其实很正常的嘛 对就说你们 谢谢 你们 谢谢 就是说他们在中间插一杠子 那算算什么 那是这样子说 那是不合理的 那是不合理的 如果阿姨这样子讲的话 他们家就会说 你既然说那是你的儿媳妇的话 就叫阿姨拿钱嘛 那阿姨我们就没有钱拿给他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只要我们多给一倍的话 他们就拿了嘛 就什么事情都简单了 那就是说他凭什么要拿钱呢 就说你们小孩都那么大了 就有几个月大了吧 那凭什么他要拿钱呢 七个多月马上八个月了 因为 就是说呀 有这么大的小孩了 凭什么要拿钱呢 因为他们现在 现在是他们是有权利的 毕竟这是他们家里面安排的 所以呢 中间也有人在介绍什么的 现在的话他们是有权利说的 虽然我们是这边是没有结婚 但是通过家里面老人 同意的这些事情就是存在的事 所以他们觉得是他们有权利 没有结婚就是说是这样嘛 你想我们这里不都是一样嘛 没有领证的 就是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啊 什么的 小孩都有了 家里面父母 双方父母都不知道 自己在外面有老公了 有小孩都不知道的 都知道了以后 那父母也认了 那不认没办法呀 不看正面看方面 要看到孩子面上他也认了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你们也算是夫妻了嘛 小孩都那么大了 你说是不是算夫妻了嘛 他在中间插一缸 那就第三者插足了嘛 那就不合理了嘛 他这样屋里起了的话 那你只能找那个相关部门 解决调解了吧 你们现在的话 我现在的话就是也跟家里面说不了什么话 我解决不了事情 所以我现在就每天都在这里等着 就是说你的那个家里面打电话 你最好也不要接 也不要告诉他们你们在哪里 你要告诉他们在哪里 他们会找过来的 就这样 对的 我最近没有联系 我不敢联系了 你想我们跟你联邁 你直播 你也不要说你在哪里 我们也不会问你在哪里 好 只是说你们是在工地 或者是哪个地方 这个是没关系的 具体地址在哪个城市 这个我们不会问 你也不要说 好 好 那算了 好好 就这样了吧 好 谢谢哥哥 谢谢 好的 谢谢家人们 谢谢 刚刚这个哥哥 这个哥哥说的对 就是他就像他说的一样 就是 希望有一天就是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的话 就自然而然 人就慢慢就解决了吧 我希望也是有那么一天 阿姨阿姨 我看到阿姨你的年迈了 阿姨 哎 黑妹 你吃饭了吗 阿姨好想你哦 吃了吃了 你吃了吗 宝宝 吃了我刚吃了 就是刚才那个叔叔说的那个 你俩坚持 一直坚持 幸福就在你们手里 不能回去 千万不能回去 回去你这个事就不好办了 你现在不回去是最好的办法 我现在也一直在听你们的话 我就 在想着等哪一天我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在面对他们吧 现在我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每天躲在这里 嗯 黑妹 嗯 就是说这个事吧 就是 叔叔带你好 是叔叔带你好 但是他不应该给你找这个麻烦 他找的麻烦 他没有想到这么麻烦 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么麻烦 他想到这么麻烦 你看他就不找这个麻烦了 他们的困难是暂时的 他们不会是永远是这种情况知道吗 你记住 他们的匆匆困难 跟这个面对这个麻烦事是暂时的 不是长期的啊 他们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 过了这个时间 他都没事了 但是你跟孩子千万不能回去 要是你你俩你跟孩子回去哈 要是跟那个人去过 结了婚过哈 你这一辈子你就麻烦了 知道吗 嗯 好好阿姨 在为了孩子 在女人就是这样 在生下孩子了 在就得对孩子负责知道吗 在最起码他是亲爸爸 亲爸爸最起码他没有别的想法 他是那个性在孩子身上 对吗 对不对 对的阿姨 对的 我好像还没 我好像跟你说过我的事 我的事就是 呃 阿姨就是过来人 就是说我那个时候 是他爸爸没有了 除了意外没有了 呃 老大才十二 老二才我七八岁吧 我就不敢走这一步 因为什么 因为走了这一步 人家对方有孩子 肯定对这孩子是不好 对不对 这个病是什么 心好心坏 这个不存在心好心坏 他不是他的孩子 他就不会去亲的知道吗 他不会去对待好的知道吗 嗯 对的 所以 孩子该长大了 孩子心里边也存在的 很不好的那个印象 嗯 我我跟你说过一个孩子 就是你们大量杀的 大量杀的一个男孩 他就是 从小他妈妈 他爸爸勒哄了 他妈妈又给他找 他爸爸又给他找了个后妈 找了个后妈 他就 从他既是到现在都不回家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 他肯定是回去 肯定是不是受气 就是看人家的脸色不舒服呗 对不对 现在才19岁 19岁在外边 什么事不知道好与坏 愿意怎么就怎么 就是碰上好心人了 指点指点他 现在我看好多了 比以前好多了 因为他长大了 自己有了心眼了 有时候 还是好人多嘛 好人看见他了 就引导他 就说服他 我看现在好多了 反正他是不愿意回家 他就说我没有家 谁问他 他就没有家 你看他 你看这个孩子19岁了 咱就看着孩子可怜 知道吗 因为 真的 你们知道的都是处在这里的 不知道的 还有我们这里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比较缺这个嘛 所以才会那样子 事情才会那么多的 嗯 我 谢谢阿姨 手机卡 阿姨的手机有点卡 没事您说吧 对我 嗯 就是家人们 我这个现在跟我年迈的这个阿姨 他有睡很早以前就一直关注我到现在 然后也一直关心我 关心我跟小宝阿斌我们先告 然后他每天都在给我发现 他说的 啊说这些说那些的一直在开导我 啊 在教我怎么去过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呢 啊 然后呢 直播间的家人们也是每个人都基本上都在私信发我 就是说叫我好好带着小宝 嗯 让我好好在这里生活 不要回去 一切都会好的怎么的 是你们这样子鼓励我 开导我 我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近 这个星期我也是听你们家人们的话 啊我没有 我没有跑回去 啊我也没有接家里面的电话 我是一直在这里的 这两天的话 啊 我就像你们说的一样 我反而不接 我听了你们的话 我不接家里面的电话了 我反而我自己过得要好一点 阿姨 对对对 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听到家里面跟我说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一个人 呃 没什么想的 没什么听的 没什么烦恼的 所以每天都过得要好一点了 对 那才是好知道吗 你们才是一家人了 我所有家人们都是这样子的 你们都是为我跟阿兵小宝我们三个好的 所以你们每天都不关心我们的 然后在我迷茫 你们俩特着急了 就怕你回去 着急的来蒙 你看都给你发私信 对对 看见你不回去啊 心里边就指着踏实点 你看你说阿兵 我回去啊 哎呀 我那个行好几天 你不直播 我那个行 我说不知道还没回去了 没有 可千万不要回去 回去他跟孩子就受罪了 别人阿兵人家不受罪 我告诉你回去你跟孩子受罪 阿兵人家不受罪 人家再走一个人家也不受罪 就怕你跟孩子受罪知道吗 真的我我真的好我真的好 都会说这些话鼓励我 鼓励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就像我爸爸妈妈一样的 我心我的心我突然间就有 我们就像爸爸妈妈去爱你 知道吗 就像爸爸妈妈的那种爱爱你跟阿兵啊 特别爱你们俩知道吗 有了一种依靠的感觉 有了一种 你们就是我身后的依靠 就是我的靠山一样的 我就挺高兴的 你知道吗 黑妹你那两天总被往车走的时候 哎呀我就看着你 我说哪天出来 我都放心了 你们出来坐车的时候呀 高兴的我一路上 我想哎呀总算出来了 这回总算出来了 出来了可是千万不要回头 千万不要回头 我真怕你往回跑 真怕你往回走 哎呀我一看你在外边 我就心里边踏实 一看你在外边 心里边就踏实 我的手机太卡了 把孩子看好 把他宝宝看好 好的阿姨 就是我的我的手机太卡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那个网络的过 网络的过 反正你记住阿姨这句话 咱们千万不能回去啊 好阿姨 我现在说 他们的困难 我告诉你这 他们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 啊 他们用不了几个月就过去了 但是你又回去了跟孩子吗 真的是一生中不能安宁 过不好 好 记住啊 好 记住阿姨说的话 等我有能力解决了 等我能解决问题了 我就 嗯 再面对他们吧 我现在解决不了问题 我告诉你阿妹 哈 等有钱了把钱挣够了 给他们打回去钱 人也不回去 你记住阿姨说的话 你回去事多的不幸 知道吗 嗯 你光给你叔叔打回钱 不要给他们打 给你叔叔打回钱 让你叔叔解决问题 你不要回去 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不要给他们说废话 说的多了 你心里头又不舒服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阿姨 记住阿姨说的话啊 你就是再过三年或者是五年 挣够钱了 给他打回钱 教你叔叔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跟你个阿兵 谁也不要回去 我我我 再过五年也不能回去 我告诉你再过五年也不能回去 嗯 好 就是凭凭你那个相亲对象啊 凭他家的做事啊 他家不好找对象知道吗 他家不好找对象 他家你看 为什么找你带孩子的 他那么年轻 他也是 正是仍平好 他就是大姑娘还不去 不去找个对象 因为他我觉得他仍平太差 仍平不怎么样 记住阿姨说的话 千万不能回去 五年以内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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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阿姨说的话啊 我也想这样子 但是我怕我真的带不了那么久 你不要怕 他们困难是暂时的 他们闹一阵子都没劲闹了 我告诉你说 他们是制造他们自己找制造趣 制造趣不要搭理他们 你敢挣够钱了 你你敢给你叔叔打钱了 给他点零花钱 敢敢孝敬夫妇 你叔叔了孝敬叔叔 但是灰死千万不要回去 你记住你觉得叔叔不赖 你就孝敬点叔叔 敢挣够钱了都让你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你千万不要回去 你知道吗 嗯 你回去这个事就不好解决了 嗯 好 你记住阿姨说的话 你回去这个事不好解决 好阿姨 我听你们的话好不好 我就 五年以内 我告诉你五年以内不能回去 五年以内不能回去 五年以后看情况 记住啊 嗯 我现在就听你们的话 我先 刚才你叔叔说 那个叔叔说的 就是你这个 你在哪里绝对不能透露这个风声 嗯 对的我要听说 咱们也不问你 你在哪里哪个城市 哪个城市就不能说 对我现在是不能说的 如果我一说被他们知道的话 我肯定就不能在这里的 对 任何人你在网上就不要说 咱们也不问你 咱们都是保护你的 你记住咱们的家人都是保护你 你们三个人的啊 嗯 嗯 好 咱们的家人 你看哪个都是 就怕你回去受罪 知道吗 嗯 嗯 嗯 就这样吧 黑妹再直播了 咱们哈说啊 嗯 对 kah